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4.6U 2017年上升至60%以上 电信网络照片方式以电话诈骗为主 占全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50%以上 2017年通过网络手段进行照片的案件增幅写助 其中通过改号软件等进行诈骗的案件增幅超两倍 通过木码钓鱼网站与机平台进行诈骗的案件增幅超百分之一百 远超电信网络照片案件总体增幅 对新型的网络照片手段需保持进气 在电信网络照片方式上 让受害人充值货刷单是一大典型骗术 2017年在全部电信网络照片案件中占比写助上升 2016年通过让受害人充值货刷单进行电信网络 诈骗的案件占比为百分之六点二二 2017年迅速上升至百分之十一点七八 另外 犯罪分子还通过欺骗受害人中奖 发布虚假广告 冒充领导 亲戚 朋友 同事等熟人关系 或供检查和军人等特殊身份人员 以办理信用卡为名等骗术进行电信网络照片 从犯罪地域上看 近两年 电信网络照片二件审理 法院主要集中在福建 广东 浙江等沿海地区 并有向内陆扩展趋势 福建 广东两地案件量占比由2016年的百分之十七点七一和百分之十七点一三周 将近2017年的百分之十一点一次和百分之十三点零四 而河南二件量大幅上升六眼零七个百分点 2017年 外列全国第三 从被告人文化程度上看 初中文化程度占比最高 2016年至2017年 以及一审电信网络照片案件中被告人文化程度 未出中文化 在所有被告人中占比位 百分之四十六点九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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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